這個類別 這個JoyalSand Pen可以做什麼 這底下當然也有相關說明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其實把這個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它的結構 Icon Message Input Value 跟Option Button 等等的 那其實它能夠做這麼多 所以各位可以把這個相關說明 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OK 好那我們引用這個類別 點兩下 引用之後的話接下來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取代 把那個System Out Point Line 這個把它取代為它呢 首先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這邊是一個跑回圈 如果跑回圈的話 那特別注意 因為System Out 它是循序的一直丟 一直丟 它是疊上去疊上去 可是問題 我們那個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JoyalSand Pen的訊息 把這邊直接放在這裡的話 會有問題 它會丟一個有沒有 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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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呢 把全部串完之後呢 再一次丟 所以才不會產生問題 那我怎麼辦呢 必須要在這邊 新建一個什麼 新建一個變數 一個變數 就是這個自串變數 這個自串變數的話呢 它主要就是 可以把我丟的東西呢 暫時先放在這裡 那我給它一個初始值 給它一個怒我的初始值 OK 那這邊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個Ctrl加斜線 把它註解掉 Ctrl加斜線就註解 你也可以多行註解 那把我要的東西 把它串接在這個地方 所以S等於S加上什麼呢 加上它要輸出的 總共會輸出四次東西 把這個東西呢 Copy一下 放到這個後面 放到這個後面 以後的話 加一個分號 它就會把我四次的東西 串接 串接完畢之後的話 把它輸出 那輸出的方法 非常簡單 最要先Pen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是專門呢 秀出一個Windows視窗 點一下之後的話 它也叫什麼 秀 秀什麼呢 秀Message 秀Message 這邊好幾個啦 各位可以再try來看 秀甚麼 Cconfirm Dialogue 它會確認一下 Cconfirm的話 一定是是否確定 或者是離開